仲夏的午后,原籍广西桂林的陆配王子珍笑意盈盈 在广西杨硕县忙着招呼前来体验台湾精致休闲农业的旅游者 还期盼有更多游客分享这种自然、健康、环保的生态农业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有着超强的观光能量 而台湾有全球领先的精致休闲农业 王子珍介绍,自己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娘家和婆家优势结合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经常参加一个两岸的文化交流的活动 然后我们这边家乡的领导也到台湾去参访 也对我们发出了回向创业的这样的一个邀请 那我就是一直也在想台湾有什么优势、长处的地方 可以跟家乡优势的地方做一个结合 最后我就是经过一些考察、调研 最后决定了这个休闲农业这条路 经过几年的参访学习与摸索 王子珍创办的台湾项目 香草森林观光农业深度体验员 于2018年8月在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畔开园迎客 占地500余亩的香草森林 种植了近白亩野浆花 粉袋子、波斯菊、食用玫瑰、薰衣草等几十种香草花卉 芬芳迷人 园中建设的星空窝成为网红民宿 在这个美好的山水里面 看到这个就可以闻到花香 看到这个有蝴蝶 有这个各种的昆虫 然后在这边可以品到很好的咖啡 喝到很好的花茶 在这边生活的就是非常的 就是切业跟舒服的 就是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梦想的生活 包括我也遇到很多游客 也是说这未来的生活就是想像这样子 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 最终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对土地敬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而理念来做这个事业才是对的 王子珍表示 广西和台湾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台湾精致休闲农业在广西得到普遍重视和大力推广 释放出柜台现代农业合作特色和广阔前景 大陆为台胞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台湾创业者在广西桂林能找到自己的大舞台 近年来像王子珍一样返乡创业的贵集路配越来越多 他们利用对故乡的了解和大陆不断出台汇集台胞的政策措施 回到家乡抢占商机 成为投资家乡的特殊群体 也成为台商投资桂林的有力推动者 在广西桂林的有力推动者